斯藤 揭秘斯藤复活真相 白鹰安排贾家的任务 背情放完成 请点赞订阅 谢谢 斯藤和白鹰本为一体 奈何却受命运捉弄 这一切都有人在安排 然而棋子也有可能不受摆布 成为下棋之人 悬疑玄幻电视剧斯藤正在热播 其中景田在剧中饰演女主斯藤 张彬彬扮演男主秦放 这部剧的情节确实吸引人 但是更新实在太慢 看完这一轮的更新 无聊之际 我来分析一下斯藤复活的前因后果 斯藤重伤分体出白鹰1910年 斯藤被秋山强行一变 从此为他办事 杀同类十同族 一二十年便所向披靡 为了摆脱秋山的控制 斯藤联合反对秋山的悬尸 解了秋山的禁制 揭开了他的真面目 但是那些悬尸也不准备放过他 他趁众人激愤讨伐秋山之际 放出藤沙 逃走了 秋山从此以灭杀斯藤为己任 事情由他起 也该由他终 秋山寻到斯藤 将他击成重伤 刚好此时几个普通人被洪水卷走 斯藤救下他们 并以他们为人质 秋山没有放出第三次雷击 根据剧情 猜测重伤的斯藤可能就此分体 一个是他 一个是白鹰 秋山利用少眼宽施美男 即后来秋山找到少眼宽 叫他接近斯藤 斯藤也想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在少眼宽的唐衣炮弹下 斯藤沦陷了 然而这里的斯藤却是分体后的白鹰 原著中 白鹰是斯藤和少眼宽产生感情后 心里的欲望分化出来的 就像一个人的两个哥一样 斯藤回归森林 白鹰则留在少眼宽身边 剧版的话 斯藤第一次见少眼宽 少眼宽以为他是白鹰 就向他求婚 这多半也是秋山的安排 而由此斯藤知道白鹰动了繁星 斯藤故意挥霍少眼宽的钱 就是要让他和白鹰分手 但是少眼宽最终的目的 是对付他 因此事是由他 就如开局的一幕 斯藤去找白鹰 叫他不要动了繁星 然而白鹰却执迷不悟 斯藤说要去找少眼宽 解决掉问题的根源 但在斯藤转身离开时 白鹰从背后偷袭了他 这一幕刚好被好奇心大的贾三看到 白鹰便以性命威胁贾三 叫他举家搬迁至达纳 并将斯藤尸身埋在那儿 世代守护 白鹰缠子别灭杀却有安排 秦放是他的后代 白鹰后来如愿嫁给了少眼宽 还生了孩子 秋山就是联合黄玉和李正元 趁白鹰缠子虚弱之际灭了他 根据剧情 秦放的曾祖跟白鹰认识 白鹰也一直照顾秦家 这里猜测一下 白鹰通过手段将自己的孩子和秦家的孩子掉了包 或者白鹰一样物让秦家人不能生育 将自己的孩子过季给秦家 其实白鹰一切手段只是想让秦家照顾他的孩子 贾三临死前告诉了还是少女的贾桂枝家族的使命 而且八一年的七线将至 他的父母当然不信这些 最后还搬了家 但是身中藤沙的贾桂枝后来知道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他想要得到九眼添珠 其丈夫赵江龙还因此而死 为了复活赵江龙 他想起了家族的秘密 贾家的使命 被秦放意外完成白鹰交给贾家的任务 应该是在八一年内复活思藤 思藤活了 他也能活 所以贾桂枝去秦家老宅找秦家的年轻人 也就是白鹰的后代 他们打听到了秦放 因为只有秦放的血才能唤醒思藤 思藤曾问过秦放是不是秦家亲生的 就是有所怀疑了 但是事情却没有向着白鹰安排的方向发展 原本秦放是要去寻贾家报恩 但他们却搬走了 不然他们的使命早就完成了 奈何一切自有天意 秦放的女朋友 安曼因卷入赵江龙天珠事件 为威胁安曼 秦放被人带车推下山谷 尖锥刺穿他的身体 留下的血液唤醒了思藤 从此傲娇女王和忠诚男仆的爱情故事开始了 以上内容有些细节是个人猜测 具体情节还需要关注电视剧的剧情 结语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秦放和思藤就这样连在了一起 不知不觉中 他们已经互生情愫 白鹰的悲剧也不会在思藤身上发生 秦放说过 他只在乎他是思藤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表后的 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 请ACT会订阅追来的